最近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羽翼大道王渊落网之后 她的女朋友林香兰失联五天 在今天上午被警方在台北市复兴南路一段 具体倒案了 根据了解林香兰曾经留字条给王渊 说呢你赚的都是辛苦钱也是危险钱 希望你可以省得点花 那么警方认为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早就知道王渊犯案了 由于目前王渊只承认了三起抢案 警方希望透过林香兰 厘清王渊是否还涉及其他的案件 同事也了解三起超过四千万元账款 到底是到哪里去了